只是去超市捕获日常用品总是会被涨价幅度吓一跳 这说出了很多美国人的心声 她是专门钻研花小钱又能吃的健康美味的美食网红 但如今这样的小资族评价食谱是越来越难做了 光是一盒蛋在疫情后的这几年就分涨三四倍 但是最新出炉的四月通膨率却告诉大家 美国四月CPI年增幅是3.4% 比上个月略降0.1% 是今年一月来首度有放缓迹象 这消息激励股市大涨 每股差四万点只差一小小步 投资人乐得开花 但这是不是只有股市一头热 因为光从这微幅下降的0.1个百分点 真的很难说服美国民众通膨压力减缓了 食品油价房价都在涨 有超过65%的人认为 通膨是现阶段财务压力的最大来源 而且就连小费都在涨 根据统计2019年时 通常给小费的幅度是落在总消费的15% 疫情期间因为大家总觉得服务业劳工们最辛苦 因此小费给的最大方 平均是来到总消费的22% 但是现在疫情结束 这小费急剧却没回归正常 为什么会期待用餐顾客还是得给小费呢 店员来解答 疫情后餐饮消费回温 业者预期回到实体服务能收小费 但没有想到通膨吃掉大家的荷包 有越来越多人反倒认为 应该是餐厅业者要加薪 而不是靠客人 但是老板也讲明了 这势必得涨价 说来说去还是消费者吸收 手上的现金是越变越薄 专家也提醒了 要小心出现货币幻觉 通膨时代 你手中的一块钱早就不如两三年前之前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拜登说出这句话时 美国民众都好想问 真的吗 虽然现在通膨率被解读是已经开始呈现高元期 可能缓步下降 但是联准会还是很保守 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利率动作违和 就怕通膨拒受反扑 依旧降不下来 TVBS新闻综合播刀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 写订阅